歡迎大家收看這個頻道 又是早上的時間 今天是831 這就兩年了 今天我看到有一篇關於 我覺得很感動 所以想跟大家在這裡分享一下 話說有一個在美國的香港人 叫做Kenny 他就是由華盛頓 由華盛頓步行至Miami 自己拿開地圖看看 這個行程大約是1800公里 我不知道它是 如果是淘寶的話 以計算 我自己本人來說 是8分鐘走1公里 如果這樣乘法的話 我就除了1800公里 再除了24公里 也要600天 所以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事 先說說內容 我再說說我們可以離開漁村的 可以有什麼做 首先說說背景 27歲的在美港人Kenny 四天前展開了旅程 剛剛開始而已 所以我也呼籲 如果大家是住美國的朋友 真香港人 如果你看到他的話 給我一聲鼓勵 告訴我 85244 在這裡跟他說 以他為榮 真希望他能夠順順利利地完成 那他怎樣呢 由華盛頓走去Miami 其實真的很遠 一個北一個南 以美國國境來說 那沿途他會 做什麼呢 不是只是走 他是做什麼呢 他是想跟別人分享 說回究竟 香港在2019年 社會發生了什麼事 大家可能覺得奇怪 為什麼有時候說香港 有時候說漁村 有時候我真的忘記了 因為有時候是因為我想 解釋社會 或者地方的情況 因為那時候 2019的時候 香港還是香港 雖然都算崩壞 但是還是香港 那時候 因為大家都還相信 有一點點法治 又或者相信 當時的警察 都還未是壞透 不是現在的皇軍 或者不是現在的漁村政府 村委會不是這樣 現在已經完全不同了 所以就 其實某程度上 我講漁村 或者黃軍 其實是對他們一種貶義 大家應該知道的 所以 有些人就說 為什麼要這樣叫 我告訴我 為什麼我們叫 不是走爛 不是移民 我之前都說過 我identified 了 為什麼要這樣說 因為我再說一次 走爛 是我們無奈 我們沒得選 OK 因為為了逃避 這個軍國主義的話 我們唯有這樣做 而移民的話 是拿著幾千萬幾億 好像那些貪官那樣 是可以選去哪裏 可以買美國最貴的地段 或者英國最貴最貴的地方買 然後整個房子就不用按揭 一炮過幾千萬磅 幾千萬美金 或者幾百萬美金 一炮過的可以 我們不是嘛 我們沒得選的 對吧 OK 先說回這裏 在2019年 他會說回2019年之後 社會發生什麼事 期望世界更加關注香港 大約六百日 正如我所說 是不眠不休地走 其實我覺得六百日應該做不到 因為其實二十四小時 沒力二十四小時 都走完 你總會休息 還有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真的走到 我覺得 如果他是單車會好一點 Anyway 先說回 他每晚怎樣過路縮 當然他帶了一個攝影機去 每晚逐家逐步拍門 就問對方可不可以給他花園 其實他這樣做有個好處 就是可以跟當地人更加多接觸 而入到他的房子的話 更加可以多時間跟他聊天 告訴他究竟香港發生什麼事 或者叫漁川發生什麼事 當然有人拒絕他這段時間 也有人報警 也有好身份接受他 但是他遇到這種辛酸 他一定會提醒自己 他每一步都是為香港而行的 你問回為什麼他要這樣做 原來他是仿效維吾爾人 其實你要記住 這個世界受苦的 不是只有他 是還有維吾爾人 OK 那麼發生這次活動 他說不是衝動的 他說事緣 他想起 有一次在美國 六月的時候 有個維吾爾集會 有些維吾爾人 就從這個很遠的地方走過來 於是他想一下 不如我們香港人也試一試吧 於是一個月後 他就是從華盛頓走到納約 相對近的 相對也叫近的 沿途就向美國人 分享這些香港故事 遇到的人 他們說 Kennie說 遇到的人 有很多很友善的 有善 但是很多都是 Sorry 應該反過來 有很多不是友善 而是不讓他去住 OK 遇到友善人 邀請他去家裡 就要喝茶聊天 還會有一些 OK 都足夠了 其實不一定要全部都要對你好 這個世界 不一定要人要對你好 能夠近距離 和當地人宣傳香港 他覺得這些是超額完成 他說真的 十分之令人鼓舞 他說雖然遇到很多挫折 一天遇到五六十個的拒絕 少數是給他住 或者其實有幾個個案 是願意收留他的話 他已經心滿意足 令他繼續要向前行 有這個momentum 他說今次這個行程 比上一次遠 所以 由這個Washington去Miami 他籌備了65天 他說自費 就拿了1500美元 買裝備出發 為了減省這個旅費 他每晚都會去住宅敲門 問當地人可不可以留他一晚 在他花園那裡就責任了 第二天就再出發 其實我個人意見 就覺得他越來將會越來越順 因為隨著他這個行動 會多人知道的話 會更多人知道他發生什麼事 這個正正就是他想做到的事情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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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說一句裡面的經歷 他說其實每晚都有超過五六十字拒絕他 第一晚他說他問了二三十戶人 都沒有人願意收留他 就在沿途他想回頭的時候 有一位曾經拒絕過他的大叔 他說他都知道香港發生什麼事 於是就帶他去溪邊那裡的紮營 就是帶他旁邊的溪那裡 第二天他就繼續向前走 入夜之後就敲門 那些人就以為他來這裡籌棋 於是就趕他走 他就繼續敲門 然後突然間有三架警車包圍 原來這件事真的 美國真的很好 我以為英國的話 報警就沒有人理你 原來這樣有住報警 警察就審了一陣子 再趕他離開這個村 他們問你不是有錢住酒店嗎 他說是啊 但為什麼我不可以繼續試試 試到真的不行 我才用這筆錢 他說因為我想留一些錢 而是幫其他人 所以我覺得這次 我們如果當地的香港人 我覺得就不需要什麼錢 反而給他鼓勵他 或者給他收留他 我覺得就已經足夠了 因為你想想 如果他很風衣足食的話 我也相信不是Candy想要的東西 如果他風衣足食的話 他得不到別人對他的關注和諒解 如果他每天都好像我們的狗官那樣 探官那樣 住就住五星級酒店 出差去上天朝開會的時候 就住五星級酒店 你怎麼知道民間疾苦呢 你不接觸到民間的話 又怎麼可以把這兩年來 漁川王軍和政府做的好事 告訴全世界人 兩天加起來 他說兩天加起來 被拒絕了五六十次 結果就有一個家庭教師 聽到他的請求之後 竟然一口答應 讓他住在家裡的花園 他當時真的走出來 這兩天他被拒絕了五六十次 他說當聽到yes的話 他很感動 他還問一下對方可不可以 大家給他擁抱一下 而對方都說很樂意 他這樣做 他們一家還拿些冰水和食物給他 一起在花園裡講故事 這位老師說 他都會上課的時候 提及這些人權的問題 所以這些就是一個感染 當你道德感染了別人的話 你很真誠地告訴一些 你自己看到的事實 我不想大家做事 反而我覺得應該要說一些事實 給別人知道 因為如果你失去道德光環 如果有些fake news的話 如果你覺得有問題的話 就告訴大家 如果真是效法的話 你不需要一定像他這樣 你可能就是這樣 遇到人就說 那待會再說一說 大家應該怎麼做 今天 即是前天 29日他走到第四天 即是今天 3月1日就是第六天 那Kenny已經走到維珍尼亞州 就是Virginia 不是福吉尼亞州 這個就是立場 我就給他一個credit 因為之前 就算蘋果也好 都說到福吉尼亞州 我真的很討厭這個名字 是Virginia 那說真的 還有一千多里的路程 就要跟蚊、蟲、搏鬥 他說 沒有想過效果 但是他認為 跟這個世界分享 香港正在發生什麼事 是離開了香港人的責任 包括我在內 包括你聽在內 雖然這兩段路很痛苦 但正如捷克一個政治家說的 有些事情 你會為他受苦 而你會覺得值得的 其實呢 我還沒有說 Cent的偉大 就是偉大高度 例如我現在 做這個節目 這些節目 我都希望 有一些 第一幫到 希望幫到一些未來的人 來了的人 我希望給一些 娛樂也好 資訊也好 或者鼓勵也好 給大家 OK 對了 就是這樣 另外 他說 除了希望向美國人 分享香港的資訊 還想告訴美國人 如果不珍惜保護自己的自由 明天都會沒有 其實真的 你想想 我們兩年前 有沒有想過 現在的漁村崩壞到這樣 是不是 金曆又把那個 楊什麼什麼鬼本的人 那個言語治療師 再拉一次 真的令人很痛心 即是說一些這樣的話 竟然可以 招這個牢獄之災 我覺得真是 沒得救了 所以我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向全世界 每一個人 告訴他們 究竟發生什麼事 好了 另外 Kenny就希望透過自己行動 鼓勵更多 海外的香港人 離開不等於放棄 繼續為香港付出 希望大家 依然對香港有熱誠 在抗爭 有抗爭這股衝動 大家不一定 像他這樣走那麼遠 純粹跟回自己鄰居說一下 其實就已經足夠了 我可以很 很肯定地告訴你 其實我已經在做了 例如說 前幾天我都說了 我開車去倫敦 其實很懶 我本來想拍一段影片 關於開電車去倫敦的經歷 但是一直都沒有動手 這陣子不知道為什麼 很懶 想先尋思一下 那幾天 其實在中途 有時候 差的位置要等 在等的途中 我會跟別人聊天 第一說一下車經 先聊一聊 如果他生氣 為什麼你要來英國 我就會跟他說 我當然會告訴他 我是一個 由漁村走爛過來的人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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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說說 他說 我剛才說 有時候我的特朗普是refugee 即是爛民來的 他們覺得奇怪 對了 你對我好奇的話 我就打蛇除君相 這是我自己的approaching 大家都可以試想一下 那我就會跟他說 究竟發生什麼事 記住 你自己代定一兩個 比較感人的故事 不用太長編大論 因為別人沒有那麼多時間 也別人不應該 要聽你說 細數 數苦 大家打算閒聊 所以我通常會引他們的注意 第二 這樣做就有個好處 就是什麼 第一 好處就是有幾個總結 就是 第一 你就要到處 無時無刻 好像我有時候看醫生 他都問我 Why you come here 我就會說 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會做法就是講事實 也都講你自己個人的感受 我先講一個 fact 然後就會講我自己的 opinion 我自己的感想 這個是我一向的 一個聚術事件的方法 也有人聽到 我感受到他 是接收到的 OK 我也試過跟兩個 在街上的巡警 跟他問 他問我 跟我打完招呼之後 我跟他聊聊天 我見他們走 他不是在巡警 他那時候應該在吃午餐 我見他們跟他聊天 我又跟他聊天 究竟他們 他們行家 在漁川的黃軍 究竟做了什麼 雙天害理的事 他們聽完之後 都覺得 哇 怎麼搞的 相信他也會 以傳話給他 他們身邊的人 這個就是 Kenny 想我們做到的事 好了 另外一點 我覺得 就是 有一個特點 就是 小粉紅或者藍絲 是不會仿效的 因為這個成本對句來說 太高了 因為這群人 第一 是喜歡走捷徑的 所以 有很多 我也聽過 有很多人跟我投訴 不是投訴 是說 其他YouTuber 教一些人來英國 拿少許便宜 OK 要好處 其實我也說回 如果你這樣的話 其實你已經是有 藍絲小粉紅的基因 自己要小心 盡量 不要把這種 劣根性 帶過來 有時候 你要知道 分享 是比拿少許 是開心 一百倍 我這個很肯定 跟你說 所以 那群小粉紅 是不會 或者藍絲 是不會 付出這些 對他們來說 太大了 所以 為什麼呢 我覺得Kenny 這個做法是非常好的 所以說回你們 在英國也好 美國也好 或者其他地方也好 跟世界任何一個人說 OK 好了 你會問我 第三個我要提 就是你們要準備好什麼 如果我英文不好 那怎麼辦呢 準備一些生字 準備一些故事 嘗試自己對愉快鏡 講出來 OK 還有呢 就將那些 故事 即是那些 事 即是那些 實事 或者你想說的話 背重預留 起碼重點的自生自理 一條式 盡量表達給別人聽 人家對方感受到的 你這麼痛苦 都想跟別人說的話 這麼難都被別人說的話 你可想而知 你想傳遞的訊息 是有多麼強烈 即是我們要有一種苦行爭的意念 去將這些曾經發生在漁村的不公義 以及一些慘事 OK 你看到的報紙 即是你們 我們相信的傳媒說的事 一定告訴他們 不是 我現在到現在 有時候上去德國之星 還看到很多小粉紅 那些五毛 還在說什麼 黑暴 破壞漁村 這些 其實這些正正就是 他們的propaganda 的利害之處 另外一個正常人也好 不正常人也好 都會覺得 那時候 真的我們叫做 受苦的人 變成了 是 私藥者 所以我覺得真的 要跟世界 告訴你 說回公道 我們不需要作故事 說回我們見到的事實 再說你自己的感想 就是這麼多 希望Kent可以成功 也都可以順順利利 感染到更多人 而我都希望 聽了我這個節目的人 都可以 向Kent Kenny學習 Kenny 好人一生平安 香港人加油 誰都會錯對 誰勇敢 誰拼命地沉睡 危難裡 人總是激怒淚 也都 哭出去 雲塵裡 陽光山鳥又退 寒雨點 流到大地城裡 遺惑上帝針 能放任意允許 害怕 害怕 終失聚 言而欺欺 言環結對 揚言不怕 沿途崎嶇 時已歡笑 時已遠對 還會物言 規則 面對 面龍堅聲 每次面臨 韓韓煙催 絲沒不走的歷史 寫你我同一句 明明歇魔 明明畏懼 仍然堅信 仍能急追 從頭撲戰 從頭戰舉 捱到盡頭 一起歸架去 逃避開了 泡花內共同留守 抬頭能萬飛水 雲塵裡 陽光山鳥又退 寒雨點 流到大地城裡 遺惑上帝針 能放任意允許 害怕 撐不下去 仍然欺欺 言環結對 揚言不怕 沿途崎嶇 時已歡笑 時已遠對 還會物言 規則面對 臉順堅 每次面臨 蛤蛤蛤 煙嶇 思無不走的歷史 寫你我同一句 明明歇魔 明明畏懼 仍然堅信 仍能急追 重頭撲 從頭撲箭 從頭漸舉 熬到盡頭 一喜鬼架去 逃離開了 泡花內共同留守 抬頭漸漸飛上 抬頭漸漸飛上 迎喜喜途途結追 仍然心愛難離禍拒 曾同歡笑 曾同怨對 期盼以後 重拾堡壢 連夢刻過 每個字 也是廖方 思無不走的歷史 寫你我同一句 銀花結束 隨隨結追 潛懷不老 情懷不衰 兒童青絲 成年暗睡 懷抱未來 不知歇受奏取 拼命去為護獅子 山正水 為盡無好故事 不切就不退 憾情葬居 不切就不退 憾情葬居 要是指寫的 你不退 沒人 你不懷疑 不誇殺